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既加州发现新的锂资源之后 又传出在内华达州也发现了新的锂矿 据估计是全球最大 这些有望改变锂资源的世界格局 为配合华为推出新手机 中共开始禁止苹果手机 话题冲上热搜 为刺激防止 最近中共对房地产市场推出一套组合拳 但效果貌似昙花一现 销量转向下跌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惊人之举 江苏多家国企先退台大潮 不再为政府举债融资 近期 江苏省频频有投诚公司退出政府融资平台 引发关注 据江苏省披州市政府官网 9月12日 披州市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披州市远通公共交通运输有限公司 发布市场化转型说明 两家企业表示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已清偿完毕 今后不再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职能 承诺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江苏省江苏市政府当局9月8日公告称 江苏市月城镇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新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退出政府融资平台 不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 自8月中旬以来的一个月内 江苏省至少有45家国企宣告退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这些国企大多数具有城投背景或是城投子公司 中国大陆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 在这新一波退平台潮之前 从去年12月至今年3月的4个月内 江苏省内已经有180多个国企宣告退出融资平台 一位融资平台高管早前曾对该报表示 要穿透来看 比如退出平台的企业股东 是当地政府盈利严重依赖于政府各项补贴和返还收入 那企业性质还是一个平台公司 退出后城投就变成国企 而国企的逻辑和平台逻辑不一样 退出平台后变成一家纯粹的国企 就是市场化运营了 是允许倒闭的 阿波罗网评论员杨旭表示 朱镕基时期 大部分国企效率低下没有市场竞争力 当时提出要抓大放小 把银行 电信 铁路 石油等经济命脉行业牢牢掌控在中共手中 通过垄断经营 攫取利益 生产效率并没有提升 现在的城投公司 大多也是靠中共对土地的垄断 借助土地作为抵押物 向银行贷款 但现在楼市低迷 尽管中共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刺激楼市 收效甚微 长期以来 中国房地产价格下跌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城投公司盈利能力就不行了 从退出企业名单看 也有抓大放小的意思 把一些负债不太严重地先剥离出去 重点监管那些债务太多 无法偿还的城投公司 地方政府的这项政策就是降低借债能力 降低风险 防止发生系统性债务违约 但问题是这些国企之前的借债还清了吗 如果没有还清 接下来有谁来换 所以这项政策并没有解决已经存在的隐性债务问题 顶多是控制新的隐性债务不再随意扩张 在北京从事投资担保工作20多年的林鸿 9月9日接受大纪元记者访谈时表示 现在当局出台了所谓的一篮子化解地方债的方案 其实基本就是以时间换空间 降息 延长还款时间 拖到经济好转慢慢还 以减少债务违约 对金融市场产生连锁反应 避免地方政府破产和社会动荡 林鸿认为 如果经济持续不振 这种大面积的展期降息 将导致银行 尤其是地方城商行 农商行 增加不良资产率 引发财政金融风险共振 无庸置疑的事实 中国银行这项业务告别飞速发展 中国信用卡业务今年上半年出现萎缩 发卡量减少 交易额全面缩水 原因除了经济低迷 消费疲软 官方去年加强规范信用卡业务 也造成信用卡数量遭到减压 据陆媒21世纪经济网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 信用卡业务已进入收缩时代 报道形容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是 信用卡业务已告别飞速发展阶段 中国央行近期发布的2023年第二季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 截至第二季末 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7.86亿张 既减0.59% 而在受到疫情冲击的2022年第二季末 中国共开立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8.07亿张 按此计算 今年6月末 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数量持续缩水2.6% 中国六家国有大行与十家股份制银行发布的半年报显示 今年上半年信用卡业务出现累计发卡量压降 交易额全面缩水 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 上半年信用卡交易金额 除了该向数据披露不全的农业银行 明星银行 华线银行 浙商银行 补海银行 其他十家银行上半年信用卡消费额 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其中 星夜银行减少13.99% 平安银行降幅也达到13.75% 美国发现锂矿占全球最大或减少依赖中国 电池中最重要的锂 几十年来一直由中国主导市场 因为全球开采出的锂 有90%都是在中国经历 因此 美国在追求绿能的路上 极希望能有自给自足的锂矿 一项新发现可能让此愿望得以成真 地质学家在内华达和俄勒冈州交界处 一座古老超级火山内找到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锂矿床 价值有一兆4800万元 或许能摆脱依赖从中国进口里的现况 每日邮报11号报道 地质学家最近在科学进展期刊上发表研究报告 他们在麦克德米特火山口中 发现含里黏土 估计达4000万吨 几乎是玻璃维亚乌油泥岩藻等两倍 该地长期以来一直是盛产里的世上最大研盘 专门在美洲开采里的Lism American Scope 计划最快于2026年进行采矿 第一阶段目标是每年开采4万吨 开采期为40年 结束后再回天矿坑 此前该公司在内华达萨克艾口的专探发现 当地有1370万吨碳酸锂当量 曾被称为美国最大的锂矿床 以2022年电池级 碳酸锂每吨均价37000元计算 麦克德米特火山口 锂运藏价值可能达1兆4800万元 美国每年进口数亿块锂离子电池 且自2020年起 锂离子电池的进口量几乎成长两倍 据联合国贸易数据 美国去年的进口电池大多来自中国 金额达93亿元 其次是南韩13亿元 日本10亿元 中共能全面禁止苹果手机吗 新计划题冲上热搜 苹果公司将在北京时间13日凌晨1点 推出新一代iPhone 15、i15系列 新浪微博视频号12号发出一则消息 预测新机型变化 并上传一部国外博主谈论i15 Pro Max的15项重大改进短视频 相关话题 在微博信超过2亿阅读量 另外标记iPhone 15 你们会买哪款 的相关话题也有近6000万人点击 从i15 Pro将采用5级钛金属 严密取消静音波片等 无一不成为热搜焦点 中共真能进得了iPhone手机吗 台湾东吴大学企业管理学系 兼任讲师林修民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表示 在中国 苹果手机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除非当局祭出非常严格的手段 将使用苹果手机的人法办 否则就算全面禁止出售 还是会有人内用走私贩卖 这就是市场机制 旅美评论人士蔡胜坤则说 现在苹果的生产厂家已经外迁 在此情况下 它不需要在乎西方厂家 尤其是iPhone大厂的感受 所以在华为的高端手机推出后 它才有这禁令出来 中国政府虽然能禁止 公务人员在公务活动使用苹果手机 但是公务之外约束不了 有能力购置苹果的公务员 或者党政机关的官员 私下都会想拥有一部保密性能 更好的苹果手机 蔡胜坤预测 华为虽然抢先在苹果新机发布会前 开卖手机 但是苹果在中国也不会丢掉太多的高端份额 就算经济不紧气 买得起苹果高端手机的也大有人在 人民币跌 中国线外汇出口 分析阻止人民和企业资金外逃 即在人民币汇率日前跌至16年新低后 中国人民银行周一出手救市 并在公布8月份强劲金融数据拉动市场 在人行救市让中国三大指数反弹后 又传出限制购汇措施 据路透社引诉三名消息人士指 中国国内企业购汇5000万美元或以上 需获人行的批准 但一连串措施下 在按人民币周二收获7.2835兑亿美元 比昨天升71点子 比9月4日低位稍微反弹 南台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 助理教授朱月忠接受自由亚洲电台 访问分析认为 人民币屡创新低 最大问题是资金逃离 和中国经济好坏没有必然关系 他认为中国早前无论在股市和房地产 推出非常多的措施 但效果并不明显 他说现在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 是民众消费信心不足 他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克鲁明的建议 中国现在要做的事就是鼓励消费 不要再推那些没有用的政策 中共对房市短暂刺激后 销量纵然下降 彭博社9月12日报道 尽管缺乏中共官方统计数据 很难获得对中国房地产的全面看法 但行业观察人士的调查显示 一线城市的反弹正在消退 面对中国房地产业的债务问题严重恶化 中共当局为防止触发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最近推出了一系列舒缓措施 如包括降低购房首付比例 放宽房贷标准 北上广深以及更多城市 纷纷迅速推出宽松措施 这引发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股票 在上周一度集体大反弹 其中估值低迷 不债累累的大开发商涨幅最大 例如融创的股价 在交易量激增的同时 飙升了68% 而恒大集团收盘上涨83% 创下自2009年上市以来的最大涨幅 彭博社周二引用中原集团首席分析师 张大伟的调查估计 即使是对刺激措施反映最大的北京 上周末现房售量也从放松政策 实施后的周末的2600套降至约1700套 北京开发商销售的新房 也呈现出类似的剧烈下滑趋势 根据China Index Holdings的数据 深圳的新房销售量上周环比微升3.8% 而上海和广州的新房销售量则继续下滑 该机构表示中国各地的交易量继续下降 按面积计算下降了20%以上 在广州工作的国企员工陈一波说 即使是降低的首付 对我来说也太多了 只有降低房价和提供补贴才行 以上就是本期阿波罗网 正经热点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点赞 转发 留言和赞助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